在上個禮拜我們曉得 中原普渡其實跟一般我們說 拜家裡面神明或什麼不一樣 包括說拜的貢品不一樣 而且說的話也不一樣 說的話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今天錄影前 我們去拜拜 我還要特別問一下 就是像今天拜因為是普渡 所以不要講說什麼願望什麼 就只要說這樣想用就好了 而且名字好像也不能貼 還不要貼 就我不能貼你的名字 你要貼我的名字幹什麼 不是 我不能貼名字 OK 最好是 所以拜 我們在上禮拜講 中原普渡拜拜 最好都不要講這些 中原普渡我們要知道 它原來是說外面有很多孤魂野鬼 是 那或者是有很多這些沒有人共諷的 那平常它可能都在外面飄盪 那你求它幹嘛 對 你求 因為你一求它它就過來了 你只是希望它 如果萬一它非得在這裡 那就吃個飽飯 吃個飽趕快走 緊水不換河水 這是最優良的狀態 你去拜託它幫你發財 那它自己都需要臨來普渡 你覺得它 對 它們有什麼可以讓你發財 它們發財 所以千萬不要在那邊求半天 求半天 有的時候就 你去跟你拜託黑道做事情 它可能沒有通天本理 但是它可能跟你闖一堆貨 那你不就麻煩了吧 所以盡量的不要去求 就是只是敬拜它 OK 但是不要求它 好 那當然大家看到忠明普渡 我就講 今天你在很多地方走 都會看到有人搭棚子有沒有 對 從昨天就看到有很多人 開始搭棚子 然後普渡的拜拜 貢品非常多 就是為什麼普渡人家講說 如果普渡有白飯的話 上面要先挖一口 為什麼 其實我補充一下林老師的 首先就是我們普渡的時候 那個蠟燭啊 那個蠟燭很重要 你不要說我要點的很大隻的 那個要看你的貢品有多少 那不是很澎湃的感覺嗎 對 如果說你的東西不是很多的話 你的蠟燭不要點的太粗 太高 太亮 因為你粗亮的話 就表示說它的光照 照的範圍比較大 吸引的就比較多 吸引的就比較多 你如果說你的貢品 準備的不多的話 讓人家吃不飽 人家就會懷恨再吃 會有怨氣 對 就會有怨氣 通常我們拜的時候 有幾個東西不能拜 第一 一般我們印象中的那種 鳳梨不能拜 因為那是拜神明 跟拜家裡面的主宗 對 那翁來 後來你是不是說 希望鬼能夠多一點來 那個不好 還有就是像香蕉 梨跟那個李字 這三個東西不可以同時拜 不能同時拜 不能同時拜 因為如果你用台語來說的話 就是希望你來 久利來 久利來 這個也是不能拜 所以我們現在通常來講那個飯 通常我們拜完以後 那通常我們拜完以後 烏俊昇你要等一下 因為有農友來跟我抗議 他是說其實他拜了一輩子都沒事 他說他種了這些水果 也希望大家買一下 沒有 他沒有說不能用 他是說不要一次全部用 對 就你可以買香蕉去拜 你可以買李子去拜 但你不要全部都有 我說不能同時用 而且剛才講的叫烏俊昇 好不好 請討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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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買多買 台灣的水果很好吃 你多買吃嘛 OK啊 台灣水果最讚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白飯 因為還有鬼 他們所 對不起不能說那個字 要說好兄弟 好兄弟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去吃那個食物 是吃那個味道的 所以說那個飯 那我們完了以後 我相信說那個好兄弟使用過的 我們再使用的話 會有好運 所以那第一口就是你咬完 那第一口你要咬掉 用條根把它咬掉 是拜以前嗎 就是吃 拜完以後 拜完以後 那個食物 第一口把它咬掉 上天是已經被好兄弟使用過了 那口不要吃